大家好,我是老叶 上次在群里面分享的这个韩国冷面杀手的背影作为练习参考 简直和我照镜子的时候一模一样 群里面的小语同学呢,进行了练习 但他不是很理解,希望我分析一下 那我就用我这个还不充裕的人体知识分析一下这个背影 首先画出体块,脑袋呢,就是一个仰视的方块 记住视频线在他的肩胛骨下方 画出脊椎,脖子后面有一个小凸起 基本就是脊椎的最凸点 是一个很好的地标性建筑 地标性结构 参考模特呢,其实他的头会更低一点 这样更霸气 肩胛骨的造型大概就是一个有曲面的三角形 体块规划好,我们就从脖子开始加肌肉 脖子后面,这个斜方肌 它其实是有三个不同的小群体组成的一个大菱形 具体的可以看一下Proko老师里面的教程有详细的讲解 肩膀的三角肌呢,其实也是由三个肌肉组成的 看一下街霸里面龙的设定 它那个三角肌就夸张得很到位 这边我深入一下斜方肌 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三种不同的结构组成 中间凸起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空旷的 下半年呢,我会详细去研究躯干的画法 并推出练习和讲解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关注我吧 肩胛骨上面的肌肉呢,因为隐藏的比较深 我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研究 但是呢,它也是由三到四个的肌肉群 分别连接到手臂的骨骨和手臂和骨骨下来一点的地方 最突出来的那一块呢,是大圆肌 详细结构呢,我这边就忽略掉了 以后再说吧 好,现在来画背阔肌 这个背阔肌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肌肉 我用蓝色标出来 从腰部一直上来,连接到上臂鼓鼓下来一点的地方 是从三头肌的缝隙里面插进去 可以看一下那种抬手露出夜窝的参考 很容易看到它的终点 藏在肩胛骨下面绿色的部分呢 因为比较难看到 初期都可以忽略掉 在背阔肌两侧下面 也就是我粉色化出来的地方 有两坨的肌肉呢 会撑起这个区域 也是男性到三角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脊椎这边有两条像面包一样的里肌肉 会把我们的背部撑起来 也是人体背部起伏形状的形成原因 了解一下就好 加一下腹外斜肌 这个背影就完整了 OK勾一下线 那化女孩子是不是就不用系这些肌肉了 其实也是要的哦 最近网上有几张很漂亮的那个女性背影的插画 那些肌肉呢 它都微微表达一点 就让人觉得很有内容 当然如果是漫画风格 那就表达出最明显的区域就可以了 比如说肩胛骨 因为没有版权 我这边就不能随便上图了 刚刚小语同学呢 他画得很认真 那些素描的调子也是很有水平的 他尽可能的还原参考图上所有凸起的结构 但是这些结构为什么这样凸起呢 他估计不是很清楚背后的这个原理 所以有一些地方有一点不准确 可能还是有些观众呢 觉得学肌肉结构没什么用 画画不就是画表面看到的东西吗 学这些肌肉都很浪费时间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画画学肌肉 学结构呢 其实跟医生学病理 或者说工程师学建筑设计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只有知道了最深层的理论 才能够将来自己去创作出更合理的作品 说人话 更好的理解能够帮助你画出更吸引人的作品或者角色 画得不好见笑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 就帮我来个三连 谢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